根据前面的比赛 斯芬妮决赛和半决赛双方的阵容 在今天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中国队在第一单打的位置上 仍然是派出老将张宁 他和张海利进行对阵 在这个比赛当中 张宁和张海利是两个队的领衔人物 那么他们的交手 过去也是颇有一番历史的 张宁在94年 第一次参加游波杯 当时张海利应该是第一年参加 结果当时在决胜的第五场 张海利是2比1战胜了张宁 当时张海利只有17岁 张宁只有19岁 这事说起来都过去十多年了 这段历史 其实当初就给张宁在语谈的路上 受到很大的一个阻拦 所以张宁为什么 大家说他是大气晚成的 也是因为这一战 当时打得不是特别顺利 所以有一段时间可以说被 其他队员就超出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现在在比赛的现场 中国队进场之后 一个 一个比赛的画面 他们也在一起互相加油鼓劲之后 向全场的观众致议 今天的比赛 中国队将充满信心的迎战荷兰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出场对阵 第一单打是由张宁迎战张海利 这是奥运会的老对手 第二单打是谢信芳迎战梅伦迪克斯 蒋燕角迎战卡特森 这是第三单打 然后第一双打是高龄黄碎 迎战张海利和梅伦迪克斯 第二双打杨维张杰文迎战多尔梅伦和卡特森 由于荷兰队多人奸向 所以他们这个比赛的顺序 是先打三场单打 然后再打两场双打 今天大家将可以看到小将蒋燕角在比赛当中出场了 希望在他这就结束这个比赛 能够战胜对方 那么今天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 虽然对手可能整体实力要弱一些 但是毕竟张海利 谁也不知道他会发挥成什么样 也许有一些威胁 那么比赛的双方的制胜的关键都是什么 我们还是看看今天的制胜关键 由赵建华为大家点评一下 我觉得今天其实不用我来讲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应该知道 中国女队应该是保守计算 应该是99%可以获胜 当然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不要轻敌 这是我觉得应该要 全体参赛的选手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摆正这个心态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一些困难 那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把心态放正 就是还是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水平 我相信只要发挥正常 那么中国队可以说这个尤卜杯 应该是可以捧回来的 这是一个 当然作为荷兰队吧 我想应该就是说不要放弃 虽然就是说对手太强大 当然我想你既然是一个运动员 那么面对就是抢手 那么还是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在刚才我们也提到 今天这个对阵的双方是先打三场单打 第一场单打张宁跟张海利 咱们已经都说了 他们尤其是张宁 由于第一次参加游卧杯这个失利 一下被压了很多年 等到98年再拿回来的时候 这个第三单打位置上已经换成别人了 也就是代孕 他等了十多年才终于熬出头 那么今天中国队同样也有一个 第一次参加游卧杯的这个小将 就是来自江苏的蒋燕角 蒋燕角好像是江苏南通的 我记得他好像是南通的 我没有印象 可能是江苏 但是他好像是现在代表 现在代表81队 就是南通人 南通人倒是没有印象 那么他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 第一次参加这个游卧杯 而且可能在他第三场比赛 就是一个决定 很有可能决定胜负的一场 我们也希望蒋燕角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其实很多年轻的选手 就是要通过大的比赛 来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 一方面就是说自己的水平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素质 能否承担这么大的比赛 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发送手机短信 大家来进行交流互动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发LT加上自己的留言 一度用户发送到8006 连通小连通用户发送到9999266 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活动 那么同时也可以获得奖品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比赛的现场 来先看看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感谢观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 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 向大家现场直播 2006年油博杯 比赛争夺冠军的第一场 马上就要开始 这场比赛的当支裁判是来自澳大利亚 和另外一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裁判 这场比赛的胜队 将获得2006年油博杯比赛的冠军 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 中国队是张宁 30岁 身高1米75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荷兰队出场的是 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利 26岁 身高1米61 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观看 今天的油博杯的争夺冠军的比赛 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 评语中心羽毛球一部的副部长 也是原来国家羽毛球队女斯坦达的教练 陈岳 作为我们现场的嘉宾顾问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两名选手还是很有情节的 等一会儿我们在比赛中间 在穿插的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澳大利亚裁判宣布 一局的比赛开始 首先是由中国队的张宁发球 面对电视观众身材高的 这是张宁 因为今天两个队的服装比较接近 张宁上来新发一个高远球 好球 连续拉了左右两拍以后 突然一个斜线的掉球 掉到了往前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名选手 在12年前 也就是1994年的时候 当时是争夺油博杯的冠军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作为各自的第三单打 只不过当时张海利是代表的印度尼西亚队 那么在那场比赛当中 最后是张海利胜了张宁 那么在那之后 两个人在一系列的国际大赛当中 是多次交锋 尤其是大家记忆犹新的 在雅典的奥运会上 又是争夺冠军的时候 张宁和张海利对阵 结果第一局是张海利获胜 第二局打的是非常紧张 焦灼状态 而且张海利领先 但是张宁顶住了对方的压力 终于是反败为胜 然后第三局打得比较轻松 终于是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 并且战胜了老对手 张宁在这个头顶直线 杀完以后再移动重心 再抢到场地的右边 这个球来不及了 这两名队员的打法的特点呢 我们再请陈志导心理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中国运动员张宁的 他主要打法 他是在跑动多点控制当中 寻找进行机会 张宁这个队员呢 相对的跑动能力比较强 基本功力也比较全面 荷兰对张海利的特点是 战术意识比较强 手法能力比较好 但是他相对来讲呢 跑动的能力啊 是为了略差一点 所以看今天战争来打的时候呢 要想办法把球打开来 在跑动中寻找机会 不要跟张海利打近身的球 这是张宁联系出现了两次失误 比分是2比5 张海利是79年的8月22号出生 94年呢 就是印度尼西亚当时 最后的尤博比比赛冠军的功臣 当时他只有15岁 他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 张海利也是拉掉结合 他的控制场上踢的 对 手法比较好 比较细腻 好球 张宁联也是拉掉结合 对 张宁这一组的这个 拉开的这个战术 就应用的比较好 对张海利就要避免跟他打重复球 拉开4点控制 从中再寻找进攻的机会 这球是滚网而过 没有办法回球了 那么这次呢 也是荷兰队在尤博比的历史上 第一次打进决赛 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在 4年前是获得了第三 两年前就是上届的比赛呢 是在伊伦西亚进行的 张海利呢 可能考虑到欢欢迎人的因素吧 他并没有去参加这次比赛 因为是在伊伦西亚进行 他又是伊尼人嘛 往前那个扑杀成功了 在上一届荷兰队是闯进了前八强 那么这次呢 他们尤其是在战胜日本队这场呢 是打得很漂亮 开始是先输了一盘 就是张海利输给了 一本的女死战打的第一号 但是最后呢 他们打到最后是3比2获胜 在半决赛里边呢 他们是3比0 战胜了中国台北 在刚刚进行的 这一个球的比赛回合当中呢 张林就很好的控制了 张海利的后场 拉开他后场以后 从跑动中来寻找 最后要进行机会 所以打得比较成功 但是从比赛总体打到现在看的话 在整个场上的这个节奏上 张林还是要再加快一点 在出手速度上 张海利目前来讲还占了一定的优势 这球看得很不错 张林现在还落后1分 这种球球 这种球球 张海利的体能和他这次在比赛里边 所表现出这个状态呢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所以让他增加一些跑动 调动他 特别是张宁的身材也比他高 控制的应该说范围和面积也比较大 对 在进攻上的速度比他也要好 首先那个中国队要有自信心 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能力上来讲 是占一定优势 在跑动上占优势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中国队在这个准备会上呢 大家都对这场胜利呢 一方面是有充分的信心 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困难的 也做好的准备 但是我们坚信呢 通过我们的努力啊 一定能打好这场拳 来赢得比较胜利 其实现在的羽毛球中国女队呢 被称为是国际羽团的梦之队 有人开玩笑时候 说其他的女队在比赛的时候呢 就看谁能够击身前三 登上领奖台 获得亚军或者第三名 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但是从中国和荷兰队的这个交锋来看呢 这个第一单打还是很有看头 第一个本身之海力 具有超强的实力 也是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亚军得主 游伯碑冠军队的主力成员 多年征战 有人说是12年是一个轮回 12年前他就和张宁呢 在游威的大赛当中相遇 当年呢都是作为第三单打 那么现在这两个片手都已经成了各自球队的第一单打 12年以后还在这个羽团驰骋 说明多年来呢 一直是保持了很好的竞技状态和水平 对这个也是一个为羽毛球世界拼搏 一个很好的精神的体现 同时也在这个国际语坛呢 传为一段佳话 因为在两年以后 不管是奥运会的比赛 或许是在这个游博杯的比赛当中呢 两个人是否还会继续打下去 能不能再交锋 再交手 也很难说 现在是11比9 中国选手张宁领先2分 让进入散评 通过这个第一局前11分的比赛 张宁在开局的时候 有点打得不开 速度速度跟跑动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很快在前11分的后半段呢 就很好地掌握了长汉局势 他首先从控制后坛开始 还是坚持自己打发 拉开张汉利 拉开4点以后的成龙再寻找机会 不要太过度于重复的这个 打重复球 所以他这个战术变化还是很快的 其实这次荷兰队呢 应该说表现很出众了 他们还有一名选手 也是来自这个前中国的这个姚杰 但是由于他有伤呢 没有来到日本 所以是他们在单打的实力上呢 有所减弱 所以这个大会上在讲到 河南队的表现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原有的第二单打 没来比赛 对到日本这个 对到日本队的时候 日本队在这次在比赛第一阶段 打得士气非常万胜 在第二阶段给球了原本万胜的 这个情况底下呢 在障碍力输的情况底下 三比二战胜了日本队 这个也出乎专家的这个意料 他们当时是在女子的这个第二小组 而且还输给了中国香港 二比三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呢 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比赛 但是呢 他们在第二阶段 先是胜了美国 三比零 三比二 胜了日本 接着在半决赛呢 打得很轻松 三名单打表现很出众 是胜了中国台北 这样和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相遇 那么今天呢 由于大家看到这个张海利 还要等一会儿 这个第二单打 第三单打 都要尖双打 因为他打球的人不是特别多 就是几名选手 所以呢 根据这个赛程的这个安排吧 就是不是单双单双单 而是连续打三场单打 这样呢 中国队的目前张宁是世界排名第一 第二单打现信方式排名第二 蒋燕角呢 也是排名在第十位左右 第十四好像 现在可能应该说又有所 优手提高 因为他这个排名是在动态变化的 对 那么张海利呢 他是排名第六 他的第二单打是 梅伦 迪基斯 朱迪斯 他的世界排名是第44 第三单打是排名世界第59 张海利这一段失误比较多 从战略上来讲 张海利相对的正手后坛区 要落于头顶后坛区 张海利的头顶后坛区 在主动手他的点杀掉能力很强 在背动手突击扣杀能力也很强 大家在等他这个有机会的时候 会看到他 因为这个是张海利的一个特点 他相对正手的发展能力呢 就一般出的球也一般 所以就刚才看到张林 这个相对的这个抓 张海利的正手后坛区比较多 现在比分已经变成了11比17 张海利发球 往前在挫的时候力量小了一点 但是给人感觉呢 这段还是张明牢牢地掌握了场上的这个节奏和主动权 在第一局的11分 将近11分以后 11分以后的这么 到比较到目前阶段 张明在整个场上的跑动速度 跟速度速度上来讲 就基本上来讲 不会 没有说是快过张海利 但是应该说是就对上去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能力就能体现出来 不像开局的时候呢 才会偏慢一点 所以说球打得不太顺 张明连续丢了几分 刚才打到16比10了 现在是还领先3分 好 平修判断不错 前两天的比赛呢 在张海利的位置上呢 是侧胜中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你稍微控制不好 容易出现一些出界的情况 对 但从今天队员比赛情况看 好像不太明显 所以说明说队员经过 今天比赛以后呢 都相对也适应了 开始拉他的两个底线的角 往前搓 就搓的质量不错 没有突击 还是掉球 这球反而造成了张海利回球出界 张明连续丢的这一组战术 运用得非常好 拉多拍以后呢 第一个就消耗了张海利的体力 第二个呢 本身跑动是张海利的落叼 那在 还有一个含义呢 就是说是本身张海利后面 还有奸向 当然这场胜利是我们是第一目标 但同时呢 就是大部分 最大能量的消耗张海的体力 也是一种战术 可能发球有不够厚 尤其张海利搞得看到分数 已经接近尾声了 博一下 博一下 强攻一下 他人也是想接发球抢攻 弓球下了 这球已经判断了 上来以后准备扑他一下 打在网袋上的弹回来了 现在还是比分很紧张 19比17 这球判断的很好 20比17 在比分已经接近追上来 只有两分的情况下 由于自己的发球失误 这是确实是很 对于优秀的影响 很不应该的 然后后场 反而往前没有过 20比18 现在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对于优秀的影响 这时候双方都要注意自己场上的无谓的失误 因为每球得分之力以后 每失误一个球就意味着丢一分 反手勾对角 好球 这球张宁判断很好 这样21比18 中国选手张宁 在尤博威的决赛当中的第一盘 拿下了第一局 小的比分是1比0 中国队领先 这个中关的第一局的比赛 总理上讲 在开局